很多人说打牌全靠运气 但其实麻将呢 是一门机率游戏 如果你在牌桌上 30分钟 还不知道谁是肥羊的话 那 你就是肥羊 我是薛乃琳 40年的牌龄 主持过三个不同的麻将意识节目 很多人常问我 为什么打牌一直放炮 要怎么判断别人听什么牌 要怎么打 胡得比较好 我花了半年的时间 把麻将复杂的机率学与心理学 简化成马上可以用在牌桌上的套路 你应该从起手牌呢 就开始布局 用最大机率打法 有一个进攻套路叫做 一进听 留两倍半 一般的新手呢 他通常会选择打五万 正确来讲 应该是打六万 打了六万呢 可以上四七万 上卡六比 碰五比 碰九万 全部都是听打 一般的新手会把同样的花色摆在一起 但其实这很容易被高手看穿 看这位新手从这个位置呢 打出了一万 也就大概知道呢 他的右手边都不会是五万子的 左手边判断还有几张 当他的上家手上有一三五万的时候呢 他打五万想要掉二万 但是转手呢 摸来个四万 当然听两头漂亮 所以这时候把一万打掉 其他人都觉得 他打过五万 五万觉得是安全章 接着下家 摸来了其他的牌 下了五万 马上放放 我胡了 米刚不是谁打过五万 回马枪厉害 在课程中呢 我整理了十种最常用的拆牌公式 让你避免放强 我会从基础交起 分析一百种以上的牌型 让你掌握麻将自制的秘诀 干什么 三 我会分享打牌的无话借记 人情世故 让你成为逢年过节 朋友聚会 赢得了 也输得起的好牌咖 我是徐乃琳 让我成为你的师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